那這個五家科就是人生那一類的 那它的這個長狀葉呢 就是我們在低海拔看到的 常常看到的園藝的植物 就是二長藤 那它是同一類的 就是同一個家族的 這叫什麼台灣漿 漿是哪一個漿 漿和的漿 漠和的漿 某人的 哦 漿某 一樣都是做的 但是它 比較窄 比較窄 那它也有像 來保護它的葉芽或者是花芽 那我們在大鐵山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 它整個這樣展開 那形成了一個 閃狀的 所以我們在看 呃 當時在那個拔木的時候 那個日本人他在拔木的時候 它其實在鐵山林 它其實是沒有什麼要利用的 因為鐵山它雖然 它的木材其實不是很好 但是到了國民政府的時候 它還是往上拔到鐵山林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在 整個山區的生態系來講 森林生態系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只有保留到 2500公尺以上 還有保留到比較多的 原始的生態系 那現在目前2500公尺以下 幾乎都已經被摧毀掉了 幾乎都被摧毀掉 所以也是呼應到說我之前講的 所謂的生態呢 它其實不是幾顆樹 或者是看起來 很多的這個不同的種類在一起而已 那生態其實它其實是一個維生系統 好 維生系統 大師開講 不好意思 剛剛有說這棵樹多少年嗎 沒聽到耶 沒聽到 因為其實大家的學習性質都非常高 但是在這個海拔2500左右 你因為體能種種關係 事實上是有的人會覺得蠻累的 那在這種情況呢 你自然 說學習的性質等等啦 就 力不從心 明天 走大塔山等等 坦白講 天地 對我們太好了 給我們這麼好的時間 所以在這裡呢 我情願 不把這些知識當作是首要 而是呢 你能夠靜下來 能夠感受 能夠感受 我相信很多人其實都已經發現了 這棵樹夠漂亮 這個鐵山 這個 所謂的鐵山林帶 它是分布在全台灣 海拔2500到3000公尺的純林 台灣從高山往下 森林越來越複雜 但是到鐵山林還是所謂的真葉的純林 它最主要結構上層就是大鐵山 中下層還會有小的鐵山 然後鐵山林最典型的是 森林下面完全是一山建築 接著 能夠生長在竹林裡面的 都是小小的一些耐陰性的植物 所以典型包括像黃燕 像 一些結類 等一下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我們 當然我們這一次是普通理由 我不是植物的這個介紹 那如果植物介紹 我會很詳盡的把一種的整個 從生態講到變態都可以 那這一棵 當時呢 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 以前叫做一山林道 一山林道是 後來 砍滑藍子仙溪的森林的時候的 改用 這個材車再印在木材出來 那印在木材出來以後 再交由這個 阿里山的鐵路系統 把它印出去 另外民間 因為台灣的森林砍滑 後來是 從民國 五六五十七五十八年以後 就改由 就標給民間去標 那 以前政府砍滑 他是把木材標售 那等到 開始呢 直接給民間來標 林班 甚至於呢 包括開林道 都是由林班 負責人 自己去自行張樓 那是林道的事情 我這裡 多少家 多少林班 這個森林 標給你 那其他 你要全部自行去處理 於是呢 神木林道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由民間 開鑿上來 男子線溪也是一樣 早期 是用雙手 炸藥這樣炸出來 那總共還蠻漫長 那這一條男子線溪林道 你知道我們現在 所在地已經是鐵山純林區 那我到1984年 國立公園成立 我們來這裡 我看當時這一棵 就有一點傾斜 快要倒 那當時建議說 盡可能 請那個原住民朋友幫忙 旁邊的頭稍稍稍稍 那漢瑞在現在還留著 以這一棵鐵山來講 它的年齡 大概四五百年 前台灣所有鐵山的最高壽命 大概五百很難超過六百 那麼到冷山 平均壽命三百五十年 算是最老的 很少冷山有超過四百年 那真正前台灣最古老的樹 就是一三年 我講過可以 我算過一棵那個被火燒掉的 大概四千年 那幾乎是最最高 沒有不可能 那你們經常在地海把它看到 像墾丁公園那大小 都跟你說 這幾千年的 沒有啦 可能一百年而已 為什麼 在越熱帶地區 生長非常迅速 那它那個木材材質 都不可能是很結實 而且熱帶地區 它很容易增進火壞 非常快 因此呢 長得快 爛得也快 它只是生長快速 你們知道熱帶引營的特徵嗎 最只要在全球的比較起來 第一個 層次很多 有的高達七八層次 第二 因為陽光最大利用 那個地方是最大資源 量最大 那個光線也最充足 因此呢 它要善用 一直森林的結構 分層次就很多 第一個 結構多 第二個 物種 幾乎沒有單一物種 在熱帶引營 生長旺盛的地帶 沒有那個一枝獨秀 只有海拔越高 這種純的 寒帶的地方 才有所謂純鈴 像鐵山這樣的純鈴 那艾滴還怕 算還多 第三個特徵 它的 幹生 板根 比如說很潮濕 那它那個樹幹 一般這樣解釋 它很容易傾倒 所以生出板根出來 當作乖啊 一樣 但是這個只是人在講的 第四 比如說呢 它附生植物很多 因為很潮濕 所以各式各樣的附生植物 像 美洲最重大的特徵 熱帶引營最重大的特徵 就是 附生植物 鳳梨科的附生植物最多 鳳梨科的附生植物 還包括跟螞蟻的結合 就產生一個漂亮的名詞 叫做螞蟻花園 由螞蟻幫它們攜帶種子 攜帶這個攜帶 這樣 由螞蟻所建造的花園 喔 那個熱帶引一大腿一把一把 然後產生很多熱帶性的特殊 像蜂鳥等等 幫它們傳混 每一種植物有每一種的 這個叫做 那 如果沒有這個植物 就沒有那個動物 沒有那個動物 這個植物就會媚解 像 最典型在台灣最常見的 就是 愛藝籽 台灣有三十幾種 龍 龍樹類的 那基本上 一種就有一種小黃蜂幫它傳混 在演化上已經達成 你農我農 缺一不可 在生態上叫做 co-evolution 共同演化 co-evolution 那 熱帶引一大腿還有一個特稱 就是 幹生花 意思就是說這個樹生長太快了 屁面長 然後呢 這個地方本來是要產生開花的地方 本來 要開花是在枝條上 沒有想到 已經長成樹幹了 所以開花的時候 變成是在樹幹上開 因此叫做幹生花 等等這些所謂熱帶引一大腿的特性 最主要是生長生命的 旺盛爆炸 一旦是那種環境裡面 就沒有一隻獨秀 獨鈴 風燒等等 然後呢 要生長在那樣的 就要很耐陰 小苗 可以耐十幾年 突然有一棵樹倒下來 大家拚命的 然後拿來噴風趕快 我們看到這些建築 現在 把熱帶引營放下 我們上來 這個是中海 中高海拔 目前這裡就是 真葉林帶的鐵山林帶 再往上就是 純林是 冷山林帶 當冷山 鐵山這個森林 破壞了 火燒掉了 先長什麼 在台灣最大特殊就是 因為它臨下都是這個建築 所以建築呢 通常燒不死 有命怪貓 它會再長起來 這樣比較矮 就長成所謂的 建築的草原 它其實不是草原 其實它是貫蔥 那反覆再三燒 就會燒成所謂的 高地草原 那如果 它有機會 鐵山血腫苗再進來 它會長高 也會再恢復成為 天然的 這個 恢復天然的森林 然後 這裡頭 也有可能 經過一個途徑 就是 平常火災 促進整個松子 前面萌芽 那松樹一旦長出來的時候 因為火災燒口以後 刺激啊 厚密密麻麻 接下來呢 不斷的成長過程當中 松樹漸漸自我舒華 Safe thing 自己打薄 像李華 你會把它打薄一點 有沒有 那這個松樹也是一樣 越長越大 之後 松樹的密度越來越小 等到大樹的時候 就是稀疏幾棵 這松林 但是 松林呢 松植松針 乾旱季節 經常 容易引發火燒 那引發火燒以後呢 怎麼樣 一燒起來的話 樹木越大的 越不容易燒死 所以 你會看到 有一整片台灣中央山脈 在到處多數的松林啊 有那個很巨大的那個祭物棒 我們把那個東西 磚孔進去 抽出一個扣出來啊 抽出一個年輪的這個扣出來 就清楚的看到 他幾歲的時候 這裡發生火災 因為他的整個樹 充滿著木炭、炭末 什麼時候 這個我們研究這方面 都很有興趣 抽出來 然後配合這個氣候變遷 然後跟在地的這種 生態相關 所以 如果小苗很容易被燒死 那因此呢 松林啊 常常陷入火的循環 常常在燒 因此要再變成原來的鐵山林 後 高海拔一點的冷山林 往往就收到延遲 我在台灣研究三十幾年的 結論之一 台灣兩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 以前沒有人的時候 大約每隔三百年 才有一次火燒的激勵 原住民進來 四千多年來 差不多呢 把這個週期 縮短到 差不多一百年左右 就一次火災 現在因為人太多了 大概三十年一次火災 我預測往後 台灣的中高海拔 紅燒的情形 會因為氣候的這個 變遷啊 經常發生 難以控制的大火 那換句話說 從四千年來 台灣的中高海拔地段 我認為這個草原面積越來越大 松林面積越來越大 然後呢 影響這個恢復鐵山林的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會吃掉鐵山的小苗 冷山等等 尤其呢 你們知道最近幾年啊 自從成立國家公園的二三十年來 大概三十年來 台灣呢 出現很大的變化 本來台灣是每一座山都不一樣 每個山都有各自的這個動物系統 但是呢 因為成立國家公園是保護區 別的地方繼續打淚 所以國家公園成立的四年之間 我在那個時候在國家公園 五就很清楚 到第四年 我們發現一山國家公園的動物族群數量大大增加 到處都是混賣 我那個時候心裡在想說 國家公園成立到這麼快 保護啊 捏捏繁殖那麼快 後來才想到 對齁 不是 不是他生很快 而是 因為這個地方保護 別的地方 都怕怕的都拔拔 都招對家來 所以這裡變成了 是一個避難地 那周圍臨近山區的野生動物 大量湧進 然後湧進 然後湧進也有現在的 整個一山國家公園的 動物族群數量坦白講 已經是高達 尤其那個山江 擠到 擠到 擠到這個情形 把我們籃子先去 原來用九樣去再做研究 那個闊葉林下 所有的草都吃光光 樹的小苗都給你 割了 聽說 你知道 那我看的草 後來有一個 兩三公圈 那個羊 有辦法去把那個樹 灌木鋪下來 整個草都吃了 吃到沒完 你要知道那個羊啊 那個山羊羊啊 是所有動物裡面 那個 哺乳類裡面 這個吃草的裡面 最百無禁忌 什麼西洋骨頭就吃了 吃到打打打 所以 它就影響到整個 台灣的 這個森林的更新 然後會導致什麼樣 這個現象就怎麼樣 最後就吃到後來沒食物 自己呢 開始呢 也受到 就反回饋了 這個時候又開始減少 好啦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他們說野生動物多的時候 該不該開放打類 所以前一陣子 原住民就是 要要要要要 怎麼打類啦 那 全世界 對付這樣子的命題 大致有兩種 處理的方式 第一個 如果這個地區 你把它化歸為 strike 嚴格的生態保護區 那就是 不管它 動物長到怎麼樣 植物怎麼死光光 然後植物死光以後 接著動物又受影響 為什麼 let it be let it go 從不干預 讓自然界 讓土地公自己去協調就好 這一類叫做 嚴正保護區 另外一種像美國的那種 那個紅木國家公園 它 一段時間如果不火燒的話 它紅木的小苗不會長出來 為了保護紅木 人員特定時間就會去放火 掃一下 那這一類的就是說 用人力去干預 以保護特定的野生動植物 那這種是經營的管理保護區 那麼 以台灣的國家公園制度 一開始我們設計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開始參與 調查參與規劃這些理念 第一種區域 生態保護區 基本上是採取 嚴格保護區的 心態觀念 跟實際上是這樣 台灣國家公園有五大會區 生態保護區 然後特別景觀區 這個特別景觀區 在全世界講起來 算是我們自己 給它另外一個名詞 像黃石公園 國家公園那個噴泉 那一種 在台灣的話 大概就定為特別景觀區 人可以去看 但是一草一木不能動 但是它是一個special的 比如說前台灣三大二地型 哪三大 火焰山也是一個 那就把墾丁國家公園 不是 就把墾丁國家公園 那個 那是三大外來圓塊 就是定為 所謂的特別景觀區 然後第三個區 歷史 歷史文路的古蹟保存區 然後一般管制區 然後還有油氣區 那這裡就是現在是列歸彈 網價是列歸是所謂的 塔塔加油氣區 那那邊有一個遊客中心 那請你們養成一個習慣 讓我打這種地方 你就懂得進去 國家公園接受它全套的服務 然後也有解說人出來拍的話 那早期有 台灣剛開始有國家公園 就訓練第一支 第一支 還有包括台灣第一支的 肯定國家公園警察隊 我去跟他們想說 你這個做警察 你要怎樣去 怎樣去 訓練到解說員 因為當時台灣 都沒有這種解說習慣 那個你解說完過去 男生過去 女生以為他要過來騷擾 男生以為他要過來 是不是小偷 所以早期在推展解說很困難 那有的時候會變成那一種 所以我當時給他們一個原則 所謂解說 就是enjoy yourself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解說的 那解說要有種種的技巧等等 那麼這個地區 我今天晚上會跟各位介紹 我們現在是在鐵山林帶 整個是以鐵山為主 當然也有一點點檜木很快 那現在這個 這個區域 以前也是因為砍花的最上限 通常台灣過去森林砍花 砍到檜木對不對 鐵山就不緊了 鐵山砍下來幹嘛 那個大塊 結果裡面的茶都很困難 做最多就是做紙漿 紙漿 是客桌魚 客桌魚這也是困難 這種橋 你看看那棵有夠漂亮 整個是為什麼叫鐵山 它的樹皮 現在上面負著很多台鮮跟第一 可是它的本來面貌 是灰袖色 看起來拿鐵袖色 所以它叫做鐵山 這個名字是這樣來的 英文叫做Henrock Henrock 在全世界這樣的溫帶地區 除了鐵山以外 另外一種最出名的森林 跟它同一個生態代 就是銀山 Spruce 像德國的黑森林 就是Spruce的黑森林 整個進去 在溫帶地區 整個落葉掉下來 經常很不容易腐爛 因此一直堆積 堆積到後來呢 超過膝蓋 整個是落葉 人進到那種地方 那就是進入 銅化的世界 神化的世界 所以很多銅化 格林 銅化等等 都是從這種區域裡面 產生出來的 那我們這個地區的鐵山 你可以看到它的 每一棵每一棵的樹幹 然後它是相當的不會很直 都是很有個性 很有造型 那通常一棵鐵山 我上次不是講那個猴子的故事 給你們聽嗎 我就是在深山裡面 那個獵人講給我聽的 他說猴子很會神癮 你第一槍沒有打到的話 所有猴子在瞬間 沒有打到 所有的猴子 本來上面一百多隻猴子 忽然之間都看不到了 你要知道 每一隻台灣迷猴 都是忍術血緣訓練出來的 瞬間都抖得好好的 安安 你今天想要打到 你沒有的動物 都不可能 因為他們全部呢 整個滿山溪谷 整個山區的動物 都知道 有人要來打淚啦 大家的美好 不可能 今天晚上要跟各位報告的 核心重點 就是從這邊 整個過去 你會看到一個山區 就到東浦山 到那個 我們這邊過去塔塔加 等一下走過去 你就會看到 往回頭看 那一片山 那一隻山 這個我紀錄了十八 到現在大概二三十年了 他的變遷 你知道以前就是森林砍掉以後 接下來趙林 趙林幹嘛 他們就是那個建築 恍愛 樹幾乎長不出來 他就把建築挖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然後種上塊木 紅塊 然後紅塊都死光了 他就二爺松自己捧出來 有些地區 因為趙林都失敗 怎麼辦 上面如果要檢查 他自己長出來都是那個野生的 都是松林 乾脆就把那個地方就改做 趙林 二爺松 一 一 一 那這種情形 晚上給你們看 變遷 那 一個重點 台灣 海拔越低 恢復森林的樹立越快 海拔超過兩千五百公尺以上 恢復森林的樹立 一年頂多是十幾公分 那是假設沒有發生猴災 碰到猴災又回去 因此 中高海拔以上 這個山地 一旦有所虧解 一旦有所破壞 它的固原素力相當減輕 甚至於不大可能再恢復 那不大可能恢復就往另方向去 就是森林退卻 變成草原 草原在瓦解 然後接著就是奔山 整個瓦解 所以這個是要提醒 那我再擔心說 建築有可能前面死亡的時候 未來會發生的 絕對會發生的 層柱壞空 這片這片某個人有一個公共 你看這個建築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竹子有沒有 最多 現在看到 再往後看這個竹林 這一片奕山建築就是 鐵山林結構下的第三層結構 是灌木層 那往下就有一些其他 那你們現在在路邊看到的 其實都不是森林內的生物 都是破壞地的物種 那真正鐵山林的呢 有典型有幾種 它的半生的樹種 大概就是常見的就是那個昆蘭樹 有的時候會有夾雜其他的真葉樹 那銀山就是生長在更潮濕的溪谷 我們這條南紫線溪一進去以後 有最純的銀山純林 很漂亮 但是銀山也沒有木材價值 當時開林道完全是為了檜木 其他那些是附帶 但是到靠南紫線溪的時候 已經轉變成為民營 那以前政府在坎森林 他會挑好的坎 到了花包給民營的 他是在那邊抓到無法吃 所以神木林道上方 當年王永慶他們也有標到幾個林板 為什麼後來1996後 柏災變神木村那邊會那麼嚴重 那個就是當年開放給民營 藤包 那大肆的整個摧殘 那樣都累積下來 然後以前坎森林的那個樹頭 經過四五十年已經壞了 那再加上現在的天候變遷 所以往後永遠隨時會有可能 這些山崩土石橫流的狀況 不可能有以前那麼穩定 那過往自然界已經在台灣已經演化成為 自己有自己的周期 然後護眼樹立很快 只要山崩就有各式各樣的天石 米花補天 紅塊薄薄 各式各樣的 然後野生動物跟著它搭配等等 那以前我帶人到這個地方來 看這個鐵山 有的時候會叫他們照報樹 然後聽聽 然後講說你看看 以前不是像現在是都是電子的那個以前是照片 有沒有 我就說你看這一顆 五百尼好了 給你五百尼 切開來一片 就是一片 燙盤 大概從 炎草末年唱唱唱唱唱唱唱到現在 或者是這種古蹟 那在這邊請聽看盡人世間 台灣最古老的當然四千年 後來檜木是最多三千年 那一般海拔越低 壽命越短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 因為 請問一下 這個人說樹木越大 越不容易燒死 樹木越大越不容易燒死 因為通常像這種鐵山 要燃燒起來溫度要大於750度左右 那你那個地表火一燒的話 燒的時間太短 溫度太低 大概六百度而已 遼不去而已 所以在以前台灣森林火災 通常會燒到什麼你知道嗎 燒到山的這個零線 因為零線過去有一邊是北向坡就是陰坡 向陽坡的部分 陽光照的部分 燒了之後 燒到那個自然停止 以前台灣的山上就是 那就是滿清時代男人的頭 全面光突突 後面長 長頭髮 就是森林 這樣可以了解 要燒到那裡 就燒到那裡 就燒到 那不用叫 結果是打一個防火線 其實 但是依我看來 絕大部分都是自然停止 不可能就急 所以當電視出現那個 哪個寶特瓶 才不用叫 我告訴你 要用這樣損流就行 那都在騙我 但是現在真的整個世界好像 都是傾向 都是二手傳播 三手傳播 那 什麼是真相 什麼事 好像 就是越來越要 OK 有問題 請 我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在看到這個神木 跟那個大顆的樹 實際上都會有獨立一顆的菌子 在我想起來 它同樣的生長條件 應該同時會有 一兩百顆 有啊 就跟你說第一個 你所有所到的在看到的 都是什麼 全部錯了了啊 這裡也是整個都錯了了 鬼的地方 如果錯了了 應該連這個 沒有啊 那張就是怎麼樣 那你都沒有在聽那個 台灣神木之所以行程 都是因為爛的東西 我知道 但是這一顆就是不爛 這一顆不是不爛 因為這裡根本這種鐵山沒價值 那應該會有全部反光 沒有沒有 因為我在吃飽太陽 那裡賺菜的 你賺了就是要賺錢 那裡大天賺了 那裡賺錢 會不集會 他幹嘛要砍他 對 在還沒有開之前 譬如說有10顆 我10顆都不爛 為什麼不是10顆 而是1顆 人1分1分 在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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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1分1分1分 那只是擺槍死 因為路開進過裡 才好哪一顆流 是這樣而已 謝謝 很多東西 人生很多都是擺槍死 講到那個木材的時候 都會講到鐵山的裁積量 很高 鐵山裁積量 可是他不好用 是嗎 鐵山所謂的鐵山裁積 你們知道裁積是怎樣 最主要從下往上都是直的 那樣的裁積最好 中間又沒有暖的最多 但是這個打工軟軟 這種也很快暖掉 所以頂多只是這個木材鮮毀 只是用來造紙這樣子 老師請問你 你剛才說火燒森 火燒森林 你已經說不用打 跟一個什麼 影風面跟什麼相片面 一人自己聽 但是那個好像電視在做外國的 好像都很大片 燒到那個聽到 我說的是台灣 你像西伯利亞你們記不記得有一次 最後呢 還有包括中國那個東北那個附近 有一個彈藥庫 那燒過來那彈藥庫一炸不得了 最後是一個影 所有士兵趴在水 全身用棉被這樣去 覆蓋著那個彈藥庫 讓火整個燒過去 你知道嗎 還燒到燙幾垂 就隔開啦 就隔開啦 那個那一種 那是關閃不得糾 像西伯利亞大火災 一彎無盡的平原 那會怎麼糾 風哪 你看風鮮吹到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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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澳洲,他怎麼辦?怎麼救火? 那個你們看到的電視畫面那個在救火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有村莊,不得不上去拼命拚 如果真的沿蕾,尾巴就誰不敢去,我祖父也不敢去救 我在講台灣的是因為台灣是山地山地山地,經常劃分成 以前台灣山最典型,滿清時代男人土,你看就知道嘛 河灣山燒成那種火災維職線,而不是森林界線,寒山到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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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部分都停止 所以如果是國安公園,我當年就主張,國安公園生態保健在火災,不要攔議,記得他在想 問題是這個地方包括夫妻樹,在火災怎麼來,都是人打類的 民國幾年,54年那一次,就是從在藍子山西這邊,打到益山南峰那邊去引發火災 原稚怕對面去產生火災,連燒過了 鹿林山燒的時候燒到什麼正常你知道嗎? 那時候就派三千去,燒死兩人在那裡 那個燒的時候,他們說我訪問那些當年幾個,哇,那一批人大概都夠勢了 他們就看到那個鱗線上,那個鹿啦,江啦,什麼,哇哥啦,對那個火上要照出來 哇,那一隻一隻就跳出來 後來就燒成這個所謂夫妻樹那兩棵,這個歷史我通通我追出來 你們現在看到的介紹那個,就是我在國內公園的時候,整個去這些都把它找出來了 那這沿線其實可以講解的地方太多 以你們的這種,我是覺得以後分差不多一部車就好 那我要緊迫盯人一個一個,每一個地點,讓你很結實,很紮實的 真正說,你如果要講講講聽,別人剩菜問一個 然後這什麼果實? 你告訴我,你說這個要做什麼? 那邊那一棵樹白白的是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也沒有用,我講對了你也記不得,我講錯了你也不知道 那種就變成是一個,那個是無效的,無效的解說,無效的教育 以各位的這個城市早知道我有另外一個方式來 真的就是,紮紮實實 我把每一棵從鐵山怎麼樣,從它的這個根莖越花果實走 整個講完,講到生態,測到這些未來的種種的遠地的情形 但是今天下午我們會鎖定核心,在這一片十八年變遷 讓你看,為什麼不可以種籌籌,那種籌籌都嘲笑的,都改喚的 我拿去給行政院長放過給他們看說,台灣在造林都造季 台灣造林面積已經是台灣面積的三十幾倍,幾百倍了 你們看,你們還記不記得,災難過後,中國時報也舉行 兩千萬顆樹就台灣水源,每一個基金會都在弄 跟你們募款,問了老半天,為什麼從來沒有人想 那些樹哪裡去啦,主事節到啦,每一家家家戶,小朋友都發給你那些樹 哪裡去啦,你是在虐待職務還是什麼 啊,我就在哪裡 然後如果做我們有良心的做事,善意的做壞事 然後快點我們要做環保,大家到,去清海邊 這我就說過了,不要再說啦,太多這種情形了 Any question?還有哪一個剛才有問題要問 那個,就是說,南山跟這個K山,哪一個油水比較高,燃燒速度比較快 OK,這要查一下,我那個每一個都有 你問這樣的問題,我就,我沒記那麼多 為什麼同樣是,算是中高海拔,或者高海拔樹